日前好莱坞的影星安吉利娜朱莉咱们都挺熟的 做手术 人家切除了双侧的乳腺 以减少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这事一时激起千层浪 朱莉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虽然有人盛赞她的勇气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 朱莉的做法是个个例 不应该被中国广大女性盲目效仿 安吉利娜朱莉的母亲与癌症抗争了近十年 56岁去世 这对她影响很大 经过一个基因检测 医生估计朱莉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 分别是87%和50% 直到这一事时候 朱莉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 把癌患风险降至最小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表示 欧美国家由于饮食上多为高脂高热食品 乳腺癌发病率比我国高很多 尤其是在美国 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位居第一位 死亡率位居第二位 因此欧美女性对此种疾病更为恐惧 在中国还不能对一个没有病症的乳腺实施切除 因为这个涉及到不是单纯的一个基因突变 引发癌症的问题 更多的是牵涉到法律问题 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等等 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说 预防乳腺癌的这种手段非常多 致癌的因素也非常多 包括内婴包括外婴包括生活方式等等 但是呢不推荐 女性朋友说为了预防乳腺癌去切除乳腺 通过手术 朱莉患乳腺癌的几率从87%降到了5% 而挑战还未结束 根据美国人物杂志的报道 这位六个孩子的母亲还将接受另外一个手术 切除卵巢 以预防卵巢癌的发生 医学专家表示朱莉切除卵巢的打算十分必要 卵巢癌它虽然发病率不高 但是它是有腹癌之王 就腹科肿瘤之王 它一旦发生基本上都是晚期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是治不好的 没有治愈机会的 那在它没发生之前 我们遏制度它的话 对这个病人本人 还有对他的家庭 无疑是一个就是很有力的一个手段 医学专家表示要预防乳腺癌 需要从生活方式上注意 例如少吃油炸和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尽量不要人工流产 坚持母乳喂养等等 同时适龄女性还应定期到医院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好